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人就有问题 尤其年轻人就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两岸的关系 北京现在不做任何事情 就赚低筒金 赚低筒金什么 第一个 全世界它有200多个大使馆 每个大使馆派200个人 专门在那里花钱 就是做PR 低筒金的这是一部分 第二个 全世界一千大的企业 每个企业 最少派几十个人去 他只要给他的董事长 老板扫扫扫 说我要到中国大陆 开拓市场 他马上这个 Approve这个 proposal 那要多少budget animate去 你有没有赚钱不重要 你把钱花下去 一定会有成果 第三个呢 全中国所有的每个地方 它是一个 因为北京是一个六个中心 是政治 全世界将来的政治 这个经济 这个军事 教育 文化 以及这个 这个 这个金融 应该它会 再有六个中心 那这是一个 从纽约 美国呢 分了三个地方 这个华盛顿 纽约跟 Hitech 美国分三个地方 所以在中国大陆 有句话叫 摊大饼 美国把这个资源 那中国大陆也过分集中 最近在北京你要买一部车 八十几万人去抽三万个牌子 你才有license 那北京是 但是呢 这个大陆的经济 不管怎么样 那第一桶金 他不做任何事情 他就赚第一桶金 这么多人来花钱 上海也是一样 那么今天这两个比照 经济的 这个起落 可以看得出 它的消场 那么中国大陆将来的经济的崛起 台湾不可以不 置身于四万 我们集团在大陆的进出口 在今年十月份 占全大陆进出口的五点七个percent 我们一家 这个是有经过数据 那么今天呢 你想想看 我们呢 一个做泡面啊 做米果的 做泡 这个汽水的都可以做那么大 台湾的高科技 如果当初没有借机用人 今天是何等的 这个市场你就占倒 可是呢 拱手让人 今天呢 也培养 今天呢 维持未晚 两岸的关系呢 对台湾的经济结构 所造成的影响 是没有任何人 现在 可以回避 仔细 说 中文字幕政筹